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疯狂天才创造生命的科幻故事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 伦敦的一个马戏团中,男主驼背小丑正在一旁观看女主的表演 在女主不慎从高空摔下,身受重伤 男主曾自学医术,仅用一只怀表便救了女主 让正在进行医学研究的维克多印象深刻 因此他救下了备受老板欺凌的男主,逃离了马戏团 却也被追查动物尸体丢失案件的警探盯上 维克多抽干了男主背上大脑包里的液体 给他穿上自制的背备夹,治好了他的驼背 男主喜去满身的污垢,整理了发型,穿着帅气的服装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去医院看望女主 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自己被通缉了 但维克多安慰男主,并教他如何用餐具吃饭 维克多表示,自己是皇家医学院的学生 正在研究一种令死人复活的技术 并给男主展示自己目前的实验成果 成功用电路令一个器官短暂地动起来 而男主却轻易地指出实验中的错误 于是他俩成了实验合作伙伴 实验进行了一段时间后 维克多带着男主去他父亲成立的俱乐部参加聚会 原来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心脏医生 聚会上,男主却重逢了女主 女主认为他们的研究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维克多不以为然,并将用动物和人类尸体捕位 拼凑成如黑猩猩般的生物 并带到大学进行展示 在强大电流的刺激下 满身臭虫的黑猩猩虽然复活过来 但是他没有思想,不受控制 甚至伤害人类 维克多只好毁掉了黑猩猩 展示就这样失败了 而维克多的富二代同学 赫尼根却表示愿意资助维克多 要求他继续进行此项研究 维克多被警探调查 独信宗教警探 对于维克多的研究异常排斥或愤怒 维克多也被医学院开除 还被父亲臭骂一顿 但男主依旧支持他的研究 他们甚至一起设计了双背人体内脏 和双背人体体型的普罗米修斯 实验准备差不多后 男主还跑去和女主约会 激情一夜回来后却看到 调查非法器官买卖的警察 已经找上门来 维克多用机器将警察的手夹断 并带着男主 讨置芬尼根在苏格兰的城堡 想继续进行复活死人的研究 但此时 男主拒绝继续只想研究 却被芬尼根扔进河里想要灭口 男主逃脱后到了女主处养伤 并发现维克多怀表的秘密 于是他们便前往芬尼根的城堡 准备解救维克多 原来怀表是维克多哥哥的 小时候维克多和哥哥半夜出去玩 遇到暴风雪 哥哥为救维克多丧生 维克多为了复活哥哥 不惜一切代价 并不听男主的劝告 在暴风雨之夜 电闪为命之时 用超复合电量激活普罗密修斯 也几乎摧毁了所有实验设备 芬尼根及实验助手全部丧生 而当维克多欣然告诉普罗密修斯 他是弟弟时 普罗密修斯毫无反应 维克多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哥哥 随之而来的警探 开枪打伤了普罗密修斯 失去控制的普罗密修斯便开始袭击大家 一番激战之后 男主与维克多一同努力 终于刺穿普罗密修斯的两颗心脏 结束了这可怕的一切 次日维克多不辞而别 女主递上维克多留下了信 维克多称男主是他的挚友 也是他最伟大的创造 维克多拿走了男主的人体研究手稿 并说他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可能还会回来 或许故事还没有结束 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与成功 是令人欢心鼓舞的 但是如警探最后所讲 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 并不是科学 而是魔鬼本身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